1 2 3 可以可以可以 對 對 耶 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晨晨小氣腳課室 我們上課啦 那今天要學的是 剛剛看到的那個視頻 那一個是我們 其中一個聚會的一個活動 那想要看完整視頻的話 可以點擊以上這邊的連接 OK 我用的這個方法很簡單 就是PowerPoint 首先呢我們要去 蒐集這個素材啦 那第一個要蒐集的當然是 蛋糕囉 所以我用的蛋糕是 我找Birthday Cake 然後這是我想要的 所以我就把它 Safe Image 放在跟你 方便拿的地方 我們再把它放去 這個PowerPoint裡面 好 現在我想要的就是 我不想要這個蠟燭嘛 那我就把這個蠟燭弄掉 怎麼呢 我們就Crop 按Crop 然後 把這個推下來 推到這邊 OK 好 這樣子蠟燭就不見了 好 那蠟燭不見了 我們就要去找蠟燭啦 OK 所以 我要的蠟燭是會動的 所以呢 我就在 呃 我的這邊 我打上Candle Fire GIF GIF就是會動的 動態圖 OK 好 那Candle Fire 我要的 不只會動 而且我要它的背景是透明的 這樣子我比較方便去處理 所以呢 我就要選這個Transparent 好 Transparent的通常它的背後是透明的 那我們就找一個合適的火吧 好 我那一天用的火呢 是這個 OK 是這個 好 那我現在要把它Safe下來先 好 那我就倒回PowerPoint這裡 然後 把 這個照片 那我們 把剛剛的這個照片拿回來過後發現到 欸 這個火 不會動耶 怎麼辦 啊 其實不要擔心喔 因為呢 我們沒有開進這個Slide Show裡面 好 那如果我們開進Slide Show的話呢 好 我們會看到其實啊 這個火呢 是會動的 那 拿回來了 火是會動的 確認過眼神 它是對的火 確認過眼神 我遇上對的人 但是 為什麼背景還是黑的呢 不要放棄 我們還有方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了 那我們就到回來剛剛這裡喔 點擊這個照片過後 我們按Format 按Color 然後 然後 setTransparent Color 點擊這個黑色部分 不要它 欸 變成 不見了 然後我們就把它移到 這個火這裡 好 這個背景 我們 換一個顏色吧 所以你右鍵你的這個滑鼠 然後按Mate Background Field Color我們選黑色 欸 整個就比較漂亮啦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在Slide Show裡面的效果吧 啊 所以 欸 這個火是會動的喔 好 這邊 好 那我們 我們 我們 要把這個蠟燭弄不見 所以我們點擊這個蠟燭 然後呢 我們按Animations 那 我每次會比較選擇按AddAnimation這裡 OK 所以我按AddAnimation 然後 我要它不見 所以 Exit 好 那我 它直接 噗 不見掉 我就按Disappear OK 所以我按下去 那 我現在要確認 它到底對不對 是不是我要的東西 我們按Animation Pen 這邊呢 顯示說 On Click Edit 也就是說 當我按了它過後 按一次喔 這個Slide的時候 我按一次 它就會不見 OK 不見的是哪一張照片呢 Picture 10 就是我Select的這個Picture 好我們Desting一次喔 進去Slide Show 看一下它會不會不見 那我現在就試試看喔 如果我就假裝吹一下 然後我就 滑鼠這邊按 OK 欸 不見了 好 那我要點回這個蠟燭 我就Scroll回去 或者 在我的鍵盤上我按上 OK 會 欸 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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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要怎麼樣吹掉這個蠟燭 就是這麼簡單 好 那 呃今天的教學 先 在這邊告一段落 那我接下來 將會教大家怎麼樣 去切蛋糕 好 切蛋糕 要花另外一個短片的時間 今天 成成小技巧科學 就到這裡 下課啦 點讚 分享 然後別忘記訂閱YouTube 打開小鈴鐺 謝謝大家 謝謝 大家 來 我們 過 來 過